原本不知為何手指中間那隻樹是出來的 重新翻譯 不是我弄的 嘩 在這麽拿光的情況下 你都看到它麽拿光 我真是很高興 可想而知它是多拿光 ROCKET PUNCH 玩具TV 第31季 第六集 剛才跟大家吹完水分享完我們的童年 就是去年 接著要介紹的就是我的童年 童年的 這個人很多人 真的沒介意 可否丟個手提電話給小弟 陪著大家一起 一路成長 謝謝 你一個人一路大 一路都出產品 從來沒有停過 重點就是 為何可以掘到我們這麽多年的錢 但是還可以掘下去 還要越來越多廠一齊來掘 問你怕未 所以這次要介紹的就是 剛剛上次在這一個 D2Place 沒錯 真的 不要介意 精品的品牌展 本身我相信有兩件 其實不止兩件的 但是 有兩件零射搶手 最特別貼那線的搶手產品 第一件是Soup Studio的小燦 深深慢 是的 第二就是這件CCS 我可以叫做伏黑 不過本身這次不只是轉色 這麽簡單 換湯不換藥 你玩過上手 你就知道 唉 所以 CCS 其實他都幾厲害 他不是真的只是改色 這麽簡單 但每次都會出一個新的唇 都有些新配件 新的東西給你 給你感受一下 好了 這次大家看到的就是 CCS的魔神 ZERO盒 基本上大家都見過 不過在那個BOX ART來說 就跟上次的 原初色樣是有少許分別 開出來的話 真的要小心 後面是奶塔 這個Cover是新的 你記得嗎 算是這樣的 叫做限制版本 報稱 當日會場600件 亦都受慶 沒錯 不過反而我叫做吐槽多一點 其實本身那幾天 有些人就真的拿了醜就沒有買 所以反而在最後那天 沒有拿醜的就可以撿雞 是啊 最後那天好像說 你最後是不需要拍照 是啊 你肯付錢就能擁有 1780 沒錯 還有不要介意 我都不建議大家 加兩叉的以上入手 因為 因為頭兩天很誇張 第一天最誇張 加800 加800 加800去買這些東西 第二天 加500 第三天 就是最後一天 加200 最後是任你買的 你怕嗎 是啊 不是 那一句 早買早享受 遲買省幾個 遲買原價買 其實就是 你問我1780 絕對是沒有問題的這個價錢 不過高過1780 我個人是不鼓吹的 還有我要重新 我是擁有這件事 還有再一次多謝敬恆 沒有理我又怎樣可以原價入手呢 現在就公仔了 原本我不知為何手指中間的樹 重新翻譯 不是我做的 我個人比較耐廉 還有怕試 應該都是監製的 九成九是他 不要那麼色情 回來看看這隻今次的 Massandra Zero 跟上次那隻有什麼出入呢 我這些沒有上一隻的 真的要聽德哥說 是的 雖然現在導演很努力幫我鬆緊 所以我不敢怎麼動 給大家看到大半身 有上一隻 當然你問我 我又覺得你喜歡上一隻 是否100%要入這隻呢 絕對不是 因為外觀 我只是說外觀 在外形來說 其實就不會有分別 除了顏色 轉一個圈給大家看 如果大家手頭上 其實之前都已經擁有過這隻ZERO的話 我相信一看你就知道 今次的分別 是在什麼 當然 如果你以為它就這樣轉了顏色 那麼簡單嗎 絕對不是 也都因為本身 其實它也有說過 跟上次那隻的分別 所以我才會入手 首先 當然 你會見到它今次的用色 跟上次比 是深沉了一截 是一大截 本身可能上次在大腿或手教位 是用了銀灰色 或是亮一點的 這次就會把黑色的金屬色調 再提高一點 變成看上去就會再沉一點 其實現在這麼光的情況之下 我反而看到鏡頭那邊 看上去其實是光鮮了 還有它那個黑色 有少少帶藍色的 即是在鏡頭面前看一下 但其實實物是會很黑的 只是這兩個位置 現在看鏡頭 都是比較銀色 但現在我們在現場看 是很灰黑的 對 你要把光彈調低三個gray 就差不多了 可能是像這個 對 鏡頭上看是這個色 這個色就對了 腳都是這個色 沒錯 另外 其實 先放下手 一件正的產品 其實你不需要擺姿勢 只站著已經很有霸氣 它是做到這個效果的 還有你見到 如果跟之前的一隻比 麻煩可能要調高一點 導演 對 特別是這個胸口的高熱火焰板 它原本其實對上一個版本 是暗紅色的 噢 這次是亮身透明紅 還有你會見到更加清楚 裡面那個內扣的構造 讓大家看看 這個是在外觀上幾大的差異 還有 之前這個 我叫 這個 我叫 底褲的護甲位 這個是實色 來的 現在就變成了透明件 還有加了內扣 即是黃色這顆 好像星星那顆 是的 當然 外觀其實 最主要的分別就是這裡 但其實 為什麼我說 今次它的改動 相對比較大呢 有一些看不到的地方 我先說了 首先就是它的關節 對上一隻 我不是說它的關節有問題 但今次這隻 相對上次那隻 是實正到不得了的 我拉回後一點 通常你這麼重 一隻東西 你怎麼都會 動啊 是的 完全沒有 你看到我現在這種 嘩 嘩 很難啊 這些動作 都是這個頻率 你都不見到它有動 你可想而知 這隻東西多麼實正 不過實正還實正 實正得來呢 它不會說很緊的關節 它一樣是動得很舒服 那一下 其實它有動作 其實它有動作 它有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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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樣 我覺得 是動作 是動作 就是 一些新的設計 是新設計 這是新設計 之前那隻沒有嗎 很厲害 之前那隻不同的 就是這個高熱火焰的放射器 大家如果有留意的話 其實你手頭上 我叫原版 不要叫舊版 原版那隻 這一組的電子零件 是不同了的 對上那次它用三顆電 今次用四顆電 而另外一件事 就是它變了 是直接在這裡按開關 之前呢 之前是 我忘記了 這次是新的 這個開關 根本就整組換了 嘩 在這個這麼冷光的情況之下 你都看到它這麼冷光 真的很高熱 我想而知它是多冷光 火焰很高熱 當然 有幾個模式 剛才是長著 現在是呼吸 然後就關掉了 先長著 因為 下去了 朋友號 那你就會看到 本身 零的頭 我重複多次 其實我們現場 是光得倒楣的 因為剛才 正如Ricky所說 大家 看到的 銀灰色 和我現在看實物 是光了很多的 但是在這個光了很多的情況之下 你都還看到它的高熱火焰板 和那隻眼 那個發光程度 頭是另外分開著燈的 其實是由這裏 射上去 那為什麼小芳芳說 她那隻 她那雙眼和口 是不著燈的 你是不是搶得不走實 老闆 因為她是用下面的燈 射上去 所以你應該 小芳芳 會不會是 你沒有開了 高熱火焰的燈 所以她上面沒有燈 還有觀眾說 原來面相都不同了 我又沒有很特別留意 這個樣子都真的很漂亮 其實她之前的樣子都很漂亮 好怕的啊 嘩 登地登役躍說 想出個期望永存 就是把背 runs 那個圈再大 1.5倍 嘩 這個這麼厲害 現在都不夠厲害 慢慢有個再厲害 還有鐵甲飛拳 那隻大刃 你真是要走廢場 那當然你liavie的 kommoe 其實是非常的好的 你問我 另外 凱文安自問 德哥,有沒有訂了一隻中號機,最終號機,沒得走了,沒得走了,等著,你有看到這個小說的話,一定會愛上最終號機,但是有些人又會覺得那隻最終號機的顏色好像比較膠了一點點,會不會又做一隻進化版金屬色,你看看,你買不買? 對,到時再算,很多時候有配件不一樣,多數我知道他,真的玩玩玩玩玩玩,其實不用擔心他的可動性你會看到,本身他始終設計方面,在下巴的位置有極多的空間,令到他向下撞是絕對不需要擔心的,向上來說不可以說是多了, 因為始終它是這個後尾位,我叫冠位 一定會頂住頸 後面領領也很高 所以沒有什麼特別可以向上握的形態 至於跳一跳,我想說QC 又拓賴,這次我真的看不到有什麼特別大問題 坦白說,上次這隻Zero我買了兩隻 因為我的頭設定了 但這次就不需要擔心了 無論這個朋友號的金屬紅 以及本身一些我叫黑鐵色 都是上得非常均勻 和不會有什麼花、塵粒等 再加上其實它用了紅色或金屬紅去做這個outline 變成整個殺氣很重 這個紅色很有質感 是呀,很棒 沒有辦法 我們要趁著這個空檔位,多謝DefoMJ師兄 多謝你 多謝支持 多謝 當然,就著上臂的可動 我反而想大家看看 當然,其實某程度上 Morson Zero都算是CCS 比較早期的作品 但其實它的可動性 和設計方面已經是 非常周到 一般的上臂或肩膀向上移動 就大於90度一點 當然 哇,很刺激 你會看到在這個位置 它也有做到這個 前後的 蝴蝶 寬關節 很清楚的一個橫軸 這個都不斷扭一扭給大家看 都很實 而 令人玩得開心的 就會看到它這個手肘的關節位 它會整個軸的位置 預先收到前臂 而令到它可以做到一個接近對摺的動作 在這裏就大概看到 本身 因為它那個 懸吞對的前臂 是收得很漂亮 很舒服的 它會自己認識的 不用擔心 不是壞 是它會自己認識的 好像五分鐘左右 前碗 其實 沒有需要有什麼特別造型手 因為如果大家有看到原作 那兩套的漫畫 我沒有記錯好像 做了 畫了七年的 不是太記得 因為其實都叫兩套漫畫 它沒有工具 是只有背部的飛環 所以變成一隻可動手 連著手指可動手指 就完成了 沒有什麼武器拿著 不用怕 可動手也不怕 沒錯 還有沒有記錯 當時可動手指來說 這個是CCS的第一個產品 有錯就請更正 看到它在這個手腕位 也有一個關節 令到它可以向前咬到 完全不成比例都可以 上碗也有一個圓形的關節 在這個手腕的可動來說 就完全不用擔心 看來到腰了 向前屈曲的幅度相對比較大 你會看到 我想在後面看會更清楚 一個很漂亮的背肌 也有補 你會看到它其實是靠三節關節去動 在一個肚兜位置放進去 做了一個很漂亮的收幅 好像在跳水 好像在跳水 就靠HIP的關節 但也要小心點 這個星星的刀刀 怕不怕 擰不擰得到 你看怕不怕 是絕對不用擔心的 對呀 它有一個 遇到很漂亮的虛位 所以就不會硬著 我還以為 這個位置這麼尖不甩 一撞 證明它有想過 有量度過 你還不興奮 如果大家有印象 對上一隻ZERO 這兩塊染就要自己裝 這次就不用了 所以變了 動的時候 都頗實 有些師兄說 打機的時候 就用過這個魔神ZERO 但是它的背景 就真的不清楚 不清楚又用 真的 有兩套 有錯請更正 我只是靠記性 有兩套漫畫 第一次出場 就好像是說 因為它其實任何 跟鐵甲萬能俠的機體 都有牽涉到進去 第二次就打這個暗黑大將軍 也有說到兜甲兒 即是死而復生 又變成生化人 這些都很久之前的一套作品 最後就叫幹掉了這個暗黑大將軍 但好像是死神薄 所以我不會太記得了 這個就 好了 看到幾十下的一個 寬關節位 這個我叫外裙甲 如果你想動得大動作一點 腳的話 你就要預先把它拿出來 跟著才好 動它的腳 這樣就會踢到 roughly 90度 至於膝蓋 其實更加不會難倒它 不過後面那邊有沒有 它有沒有一支吸 可以動 應該可以 這個機關 現在很多人都會有 基本本 如果沒有的話 你都真的 你還想怎樣 這個腳眼位 撞到自己的背部 這個腳 又是一個癲癲的可動性 當然 其實最主要都是 歸功於 真的歸功 後面這塊橋 後面這塊 這個眼 可以整組 將關節縮進去小腿 再將上面大腿向上屈 就可以做到一個 腳 背 踢背 這個簡直是 魔洞王 變回頭 變回頭 那個屈 第一個設計 這個機關 那個人 不知道有沒有買到專利 現在每個人都抄襲 都抄襲 都抄襲 不知道哪隻公仔 第一隻 弄這個 我不記得 都是近期的事 當然 做得魔神 他都是一個 老江湖 或者我叫他 肖奧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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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奧江湖得來實 那天活該死 是的 厲害 又拉後一點 不過先說一說 DefoMJ Line 他就說 以為再版後 頭部的朋友號 可以獨立 可惜是沒有 都是刺死的 這個真的有點可惜 這個 我想很多 喜歡萬能俠的朋友 這個都是一個 遺憾 情熱結 下去吧 這次不能下 另外 小芳芳說 頭部的燈和口不著 高大水造館有個提供 他就說 兩個燈組是兩片的觸電片 但是共用同一個供電位 可能上面那塊的觸電片接觸不良 有這個可能性 我馬上拆給大家看看 你會看到 心口其實還有一個電子組合 你記得是記得 麻煩你推進去 推實一點 那你就有機會 這裡如果推不實 推不進 它是不會著燈的 是 如果推得很實 但是都不著燈的話 簡單來說 就用廠去換 就是中設 對 好 待會要玩配件 準備 嗯 通常都沒有辦法 在未玩配件之前 我都會先玩這個工作 哈哈哈哈 這個就是德哥的Signature Post 對 也是這個 測試 類似Ironman的爆地款的測試 德哥在測試的時候 也希望各位多多些分享 訂閱 給我們一個讚好 還有更多留言 只是這個貼文都要讚好 謝謝 沒有問題 大家除了我肚腩之外 都會看到這個 ZERO的踢腳 以及踢得很自然 轉幾個圈都未跌 真的不會跌 是的 但是如果你說在家裡 擺一個桌面 或者擺一個櫥櫃 在飾櫃裡面 都是不鼓吹 不鼓勵你擺正華的姿勢 單腳企 我很鼓吹你這個刺激消費 刺激消費 刺激消費 事由樂體 當然 其實他也有一個 坦白說 真是很實正的台座 所以變了 你夠僵擺這個姿勢 麻煩 你擺在一個台座上面 固定了它 你就絕對不需要擔心了 另外一件事想說 你會看到 其實一組放了這麼久的姿勢 一隻手就裝了 這個鐵甲飛拳的刀刃 另外一個就沒有裝到 其實有幾款給你 我沒有叫幾款 有兩款給你選擇 Option 1 一大一小 Option 2 這裡 兩隻小 或者叫兩隻 一樣大小 我就選擇了一大一小 是 不過 怎樣裝呢 非常簡單 或者怎樣拆呢 非常簡單 第一 拔了拳頭出來 拔了前面這個 前碗 哇 衰鬼 看手啊 好尖 我剛才被刺了兩下 爆光我都害怕 不好意思 我先向自己 我怕爆光 好 趁德哥在弄手的時候 還有這些 飛拳的特效件 不如這樣吧 既然玩得這麼開心 對 麻煩你幫我結合它 是否三個在一起 對 因為它本身都挺好的 它有不同的鐵甲飛拳特效方法 一就是貼著拳頭來射 二就是整個拳頭射出去 或者我們選擇整個拳頭射出去的版本 然後呢 我先把拳頭射出來 哇 這個效果很棒 這個組是金屬的 這個地台組 所以你怎樣飛拳也不怕 好重手啊 扔死人 拍低一點 又是健身用 我多怕你想扔過去那個 扔過去那個 再試一次 自由樂體 這個組都瘋了 這個組都瘋了 啊 高高 一不做二不休 整形一點 對 這樣就差不多了 可以拍得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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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Rocket Punch 好 不差再裝上背部 怎樣玩法 好 首先呢 這裡 背部有個掩 接著再加圍 對 打開 整組的關節 這裡有一個套位 可以用手指甲拔出來 然後將這個 接著呢 還要裝一個連接件 對 對 一個好像這個 這個件 就把它刺進去 好 接著就結合了 哇 裝上這個東西很有型 哇 還說要第一點五倍 已經很大隻了 哇 拍不完 再拉後一點 我們拉 我們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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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掉下去 你的胸肌和肚腩 我想而知 這樣啊 其實它還有一個更型的姿態 就是跟著劇中 踩著這個 叫FETA的動作 飛龍 不過不搞了 今天已經玩得很開心 稍後見啦 不搞了 不搞了 這一類的 明天 發生了